如何才能打出高质量的后场高原球 改进正手挑球技术到底有哪些方法 发烧有前来问诊 萧杰教练手到并除 我叫刘伟东 今年24岁 打球有一年的时间了 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各位名师的指点 能够使自己的羽毛球技术 得到一定的提高 同时能够享受到羽毛球 带给我的快乐 好 停一下 一年多打到你现在这样程度挺不错 谢谢老师 真的 但是打球的时候啊 你要放松一点 你给人的印象太紧了 自己还没打球呢就自己跟自己交绝 这个是一点 另外呢你发球的时候 我就提示你一点 你的那个发球的脚 发球的同时脚后脚抬起来了 这个是伪劣的 伪劣了 玩的时候没关系 如果你要跟别人打比赛 比较正规的情况下 发球裁判就会判你 你发球的过程当中 脚可以立起来 但不能有任何的移动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呢今天呢 我想啊 我给你指出三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很基础性的 第一呢 你在接球前 就是你发完球以后 你的这个手搁的位置 就是接球的准备姿势的 这个手的位置 不对 你把手举在这个地方 这种手型呢 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用 在单打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 连续进攻 形势对你比较有利的时候 你杀了以后 第二拍对方还 还过不过来 你可以铺球网 你直接上去 这个时候 这个手型是可以的 可是呢 你在接球的时候 你把手举在这 刚才王坤杀了你一个 这个地方的球 你从这 去接这个球 就那么长的距离 过去 过去 很慢 因此呢 你那个球就没打着 对 那么 其实你只要注意一下 对方要进攻了 你准备接球的时候 你把这个手 收回来 搁在你的腹部的前侧 并且拍头呢 你要偏左一点 为什么要搁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这个位置啊 到上下左右 都是最近的一个距离 比较合理 那么他的杀球过来 你能很快的 就反应 比方说一个羽毛球 搁在你的腋下 你能够把它夹住 不至于漏掉 你的手就不会往两边开 然后呢 把手降下来 放在身体的腹部的前侧 你坐一下 我看 对 这个姿势就 再放松一点 就很合理 然后拍头偏左一点 为什么要偏左呢 因为反手球啊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要保护 你的反手的 反拍面的左侧 我把拍子偏 左一点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把手割好 但是呢 准备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右脚 要再前一点 你接球 对 再稍微再放松一点 当对方进攻你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姿势 你还要调整一下重心 所以很放松的 判断对方的来球 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第二点呢 你后场球 后场高远球 你能打一下 但是呢 太硬 按照你的力量啊 你应该很轻松的 就把球打得又高又远 你不要太硬 击球前一定要放松 比较从容的姿势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有一个准备姿势 你要把身侧过来 为什么要侧过来 你刚刚你打球的时候 你就有点正面 比较正 正的话 不够隐蔽 你得把身侧过来 隐蔽起来 让对方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侧过来 然后呢 当对方球过来 你这样眼睛继续找球 那么脚步加上你的步法移动 当那个球头往下掉的同时 你抬走 小臂后倒 一定要充分后倒 因为你要发力 你要让出距离来发力 后倒 外旋转弯 正拍面 向前上翻 把这个球击出去 击球以后 你要注意 向左下翻挥动 不能够向右下翻 这个动作就不协调 这个动作就不协调了 转体 对 然后呢 你这个发力的时候啊 靠什么样的力 把这个球积得很远呢 我刚刚说 你外旋 转弯 就靠这个力 啪 你看我的手背 仅仅是小背 握紧球拍 这样就把球积出去了 你不能够 用不着像你刚开出来 甩大臂 用很大的劲 退的快一点 好 再引拍慢了一点 早一点 好 这个 停一下 你刚才这个 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往后你打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一点 你击球的这个拍面啊 刚刚我强调了一个正拍面击球 那么呀 击在这个球拍的哪一个点上 是一个最佳的点呢 就像网球有讲甜点 就是弹性最好的那一点 拍面一半距离的偏散 这个位置 那是弹性最好的一点 那么就变成你现在要注意 你引拍动作要早一点 那么什么情况下 引拍呢 当那个球头飞过来 飞行过来 球头刚一晚下掉的时候 你不是有准备动作开始吗 你就要开始引拍 整好它掉下来的那个时间距离 你引拍上去是 打高眼球最佳的一点 打 好的 停一下 你现在真的是比刚才又进了一步 能够点比较合理 但是你现在的守备要注意两点啊 你要为下一个球做好准备啊 你往左下方挥动 然后完了以后 放回击球签的准备姿势 这是一点 第二点你侧身 一开始你已经侧身了准备 转体 转体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迎着球向散的这样的 这样的趋势 一定要像前三番 这个是比较积极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否则你往下做 你可以把左手抬起来 左手是一个像一个参照物 那么我准备的时候 我拿左手去指向球 你看见球拖一下 一下的时候 左手往下拉 右手上去 马上记球 并且呢 把这个右脚 你看右脚 蹬向前面 迎着球蹬下去 同时一块走 它不能球已经出了 你才准备 那就晚了 你一定要精力很集中的 看它的拍子 球拖从拍面一出 你就提示自己 准备 不是转身 准备 然后你把手伸出去 然后看击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始引拍 要手肘要上台 这样你精力会很集中 然后时间不会太晚 试一试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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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再向上一点 准备 准备 好的 准备 准备 好 停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通过一个很小的方法 迫使你准备的 你有很充足的时间